九州不爆炸,我们不请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青蒙君,欢迎收看有水监护拍戏 狼性公司不良紧争街头闹出丑闻 近几年由于狼性公司不良紧争的不断增长 在公共场合闹出了不少笑话 地刹集团作为最大的营销公司更是成了四个销售部门 日前,该公司的两大部门同时入住了华融区 为了抢夺客户两组挨家挨户的上门推销 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反感 而日前媒体也爆料 两个部门在推销期间还产生了冲突 最后引发了暴力 出现新型酒猪骗局 妙龄少女被骗财骗色 今日在我市出现了一种新型的酒猪骗局 嫌疑人利用自己的美色又适和欺骗无知少女 喝下高浓度的酒精制品从而骗财骗色 受害人周女士表示自己被好友谢某匡骗 喝下酒后便开始神志不清 第二天醒来之后谢某已经不见踪影 根据监控录像显示 谢某在周女士喝醉欲图谋不轨 响入非非 妙龄少女单恋已婚大叔 为其单身数十年 已婚大叔被恶意纠缠 妙龄少女单身数十年 这到底是真爱还是过度的偏激 江湖快讯第一时间为你报道 顶流女明星段九娘单身数十年 退居母后 可近日在一段媒体采访中 段九娘透露自己单身多年的原因 是因为单恋娱乐圈天王李辉 在得知李辉已经结婚生子后 段九娘也选择终生不嫁 成为娱乐圈单身影后 山区儿童教育问题受影响 文盲率增加 我国山区儿童教育问题近几年日益严重 从山区出来的周同学 由于教育不过关 经常听不懂同桌系同学的指导 面对老师的教学也是云里物里 甚至在最基础的认字问题上 都存在很大的问题 面对没有接触过的化学事迹 也是一问三不知 对此周同学的同桌很是头疼 好了 由于时间关系 今天的江湖快讯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散